台治光案鬧得沸沸揚揚 過去在北市府及市議會工作的 立委黃山山跟王世堅 晚間合體開直播 大聊台治光案 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協商那個過程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人多勢眾 預算協商不只這一筆 但是這一筆是最有爭議的 警察局局長在場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議員之間為了這個事 衝突一下 結果拿椅子 他們拿椅子要砸我 那當然 因為我也是很兇悍的 我當下我也不客氣 而他拿椅子遠遠的在那頭 要砸我 結果我站起來 我就抓 我那把椅子比較大 更大 結果我抓起來 我是要用丟過去的 所以他們才放下來 我認為真正的事主 你要出來解釋清楚 你要出來承擔這個責任 就是郝龍斌 講話那個市場或多或少 會去護航郝龍斌 因為大家同黨 而且這個你的前輩 而且他還副主席 現在周邊 這個這家公司的背景 原來 原先開始是主席 他們家族 天啊 你的這家公司 是主席的 然後那個簽約的 出問題的 這個是你的副主席 現任的主席 副主席 那他當然他必須吞人三分 喊話要簽下二十五年長約的前市長 郝龍斌出來負責 同一時間黨主席 柯文哲也開直播 解釋為什麼自己當年沒有解約 更指引蔣市府為何對市議會的誕書 照單全收 台智光案 柯文哲不打算退讓 substances 防禦 您 因為 我們 在 你